哈囉大家好,我是小蕊卡牌,今天我們要為大家介紹全新的黑金的設計概念 那這是FB官方的貼文,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新的黑金背後到底有什麼秘密吧 首先,設計概念成功有三點,第一點,它的上圍大約是F-Cup 喔~~~對,大家可能都在猜它是幾Cup,但這邊官方直接給出了一個正確答案 F,非常非常的大,那為什麼要F-Cup呢? 官方這邊沒有說明,但是我幫他補充說明一下,因為大家喜歡 這邊有說,根據角色設定的元氣加聚如屬性,耶 就是,後面還有一個括號吧,因為大家喜歡這樣,所以我們設計一個超屌的這個 上圍給大家去抽,好,那第二點就是,構圖是聖杯 所以它的構圖大家可以發現到,因為它雖然叫聖杯嘛 可是它旁邊並沒有出現聖杯的形狀,原來是它本身就是一個聖杯 所以它是一個杯子,好,那我們看第三點 由於聖杯的設定要求純潔,所以將聖杯跟針鈔帶結合成為角色服飾的主題 好,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針鈔帶是什麼,簡單講就是古代為了讓女子守針鈔的一個東西 好,那仔細看一下這個設計的針鈔帶就是在它的裙子,呃,它內褲那邊的那個位置 有看到一個鎖頭嗎?那個東西就是古時候所稱為的針鈔帶 對,但是這個有點敏感的話題我們就跳過好了 那再來就是,呃,關於聖杯技能的設計概念,總共有三點 這三點都是符合到它,呃,主動技能,隊伍技能之類的 好,那第一個就是一回合不死,就是那個滿血不死的情況嘛 它說想重現故事裡面長生不老不死的概念 哦,所以它長得很年輕,但它實際上很老的意思嗎?因為長生不老嘛 哦,所以聖杯是,難怪叫童顏俱爐就是這樣,好 那因為攻擊次數轉,呃,相對應的屬性珠 那我們這次會幫你轉出,呃,固定的屬性珠嘛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艾莉亞是一個大魔法師,所以可以自行產出 哦,OK,那在吻合聖杯有不斷水源流出 所以它很多水,OK,所以會一直追打什麼的 哦,運用這點令玩家在組隊上面有更多發揮空間 OK,所以以上就是這次的聖杯的設計概念 希望大家看完之後有更了解這次的黑金 對,為什麼是F Cup 如果大家想看到更多關於新的黑金的介紹的話 別忘了按下鈴鐺,按下鈴鐺,按下鈴鐺,按下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繼續支持我,我是你 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我是你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大家掰掰 教 components 玩家 來… Hari…